健康100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我是雪盈 大家好,我是钟医生 钟医生,我觉得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首先关注我们健康100分节目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工厂 我们的五臟六腑是相联相辅助的 就像一个生产线一样 是不断地向各个器官输送营养能量 一旦某一个器官出现问题 也会影响到其他,影响到整个生产线 对不对 西医来说,消化系统只是一个吸收营养的作用 但中医就比较复杂 它还是一个身体各部输送遵液的系统 对,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探讨一下脾胃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就隆重介绍我们三位嘉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斯拉杀手主持人 鸿叶 大家好 中间这位是我们的美女主持人 陈黄芳 大家好 这位这么高的一定要好好介绍 是第十一届美在花城新星大赛的 三料冠军,陈希曼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怎样三料?说给我们听听 最上镜小姐 最具演艺善质 就是冠军 我还以为是豉油脏脏 三料 豉油脏脏 对于脾胃方面三位嘉宾 你们有什么认识呢 压力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脾胃不舒服 情绪 如果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和住在平民屈 或者城中村 你的脾胃相对有差异 所以现在很多人 真是大隐隐于市 对 无论都要找一间茅僚也好 也不要太多繁杂的东西干扰自己 可能脾胃相对也会好些 那我们伴君这么上镜 应该脾胃很好了吧 万里小姐 可能年轻人脾胃会否更好些 但是有很多女生会减肥 或者这些事情 都会影响 你有没有减肥吗 当然了 我有一段时间 当然要 都要,不能太放纵 是 可以了,不用了 对,其实讲到养生 大家都会自然讲到要养脾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如何养脾胃 接着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 脾胃科主任医师 蛇世峰教授 他将会和我们分享 脾胃的养生知识 今天讲到养生 首先讲到要养脾胃 只要脾胃方面的知识 简单的概念是如何 不如蛇主任先和我们讲一讲 脾胃是我们中医讲的 后天之本 我们中医其实是有先天之本 跟后天之本 可能很多人说到养生的时候 都会说到要补肾 还有就是说一个叫 调养脾胃 那么我们中医就认为 肾脏它就是一个先天的 是父母精血 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 所以它这个 从大部分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它认为它已经是 每个人先天的一个体质的差异 那么我们后天怎么样来养生呢 我们就觉得调养脾胃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一个途径 如果能够调养脾胃的话呢 就能让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精血 能够得到补充 那么我们广东人的脾胃 它是有什么特点的呢 感谢了 广东人的特点其实是这样子的 脾胃嘛 我们说的是 我们中医的一个特点是说是什么呢 叫因食因地因人制宜 那我们就是说广东地区 你既然说到了广东地区 其实就是谈到了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因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广东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我们知道是处于一个热带和亚热带的一个地区 那么我们就是说中年的气温是比较高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气温比较高的呢 就是说是一个阳热的一个气候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湿气比较重 大家都知道我们整天下雨 特别是微蓝天 对 整天下雨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相比较而言 整个的空气湿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的很多病人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平常的一些普通人啊 大部分一个是什么呢 湿热是我们的一个表现 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湿热的 对 湿热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 就是说基本的一个阵性 就是我们中医来说 除了天气很多雨水之外呢 和我们的珠江水比较寒凉 或者说比较热 会不会和我们喝的水的水质有关系呢 这个其实跟水质关系非常密切 珠江水真的不能算是寒凉了 是很热的 是比较热气的 我们广东人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 如果你说九十月份的时候 在广东的时候打开水龙头是一个温的 但是你去外地的时候 你打开了水龙头的时候 它已经很冰了 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广东地区会有这么样一个大量的人群 表现出来是一个湿热 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讲的这个天气啊 温度啊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吃的这些水质啊 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相关的 其实我们广州人呢 或者广东人来说 我们最大的 常常都会出现的呢 就是那四位濕热濕热 刚才都说到 没有胃口 就是吃饭尤其是天热 不想吃饭 那就灌很多冬饮了 反正一翻冰箱就 一枝一枝 哇 长饭 但是慢慢下来 胃口就没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 其实如果在这个太智天时 我们喝些什么更好 又既能够解鹤 又不伤到脾胃的呢 寒凉 对于我们中医来说 它是一个外泄 如果你说是一个寒凉的话 长期这样经常喝的话 它就是一个损伤脾胃 所以刚刚我也已经说了 湿热是我们广东地区的一个 就是说主要的类型 但是我们就是说湿热 在湿热的这种环境下 我们广东人有没有一个脾胃亏虚呢 那其实我们广东人是有一个脾胃亏虚的 所以广东人大部分人的一个底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一个脾胃方面的存在的一个底是什么 就按照我们刚刚熊爷说的 它有的时候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有点脏啊 食欲不振啊 那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它跟湿热并不是说完全 完全就可以说就是湿热造成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原因是说呢 我们广东人的一个底是脾胃亏虚 为本 湿热 内运为标 就我们讲的这些 有本 就是说本虚标 其实就是脾胃亏虚 虚了 本虚标 本身就已经是虚 本虚标识 像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说我们比如像熊爷 我们就是说像熊爷这样子呢 我们觉得中年以上的男性 我们 他老年了 中年 对 中年以上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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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适不适合我们就是说喝这个凉茶呢 我们就说我们觉得不太适合 不适合 我跟他几个人上台前 对 他的阳气是渐渐的 我们就是说他不像这种年轻的 不像这种年轻人 他是一个阳气旺盛的 他是阳气逐渐虚衰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是说这个过程中间 如果你再次回家以后喝冷饮 喝凉茶 那就是说脾胃愈虚 脾胃更加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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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导致湿热这个外血更容易入侵 就是说症状就更加容易加重 所以我们就是说不可以沉一时的痛快 喝这种吃冷饮啊 喝这种冰镇的 这个都是不太适合的 肥为养伤需要因被制宜 广东地区气候湿热 广东人的体质是脾胃亏虚为本 湿热内运为标 脾胃状况多以湿热为主 所以对于阳气占弱的中老年人来说 下季不适宜喝凉茶、冷饮 否则容易导致脾胃亏虚 引起一系列的不适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健康考题 以下哪些症状 不是由脾胃不息引起的呢 A.打尸益 B.失眠 C.肥叛 D.经常感冒 脾胃引起不息的大悦就一定是 肯定是 失眠也是 也会的 肥叛一定是 肯定是 肯定 感冒不是 大家都一次 脾胃,什么是脾胃 脾胃是什么 脾胃 肥叛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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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肥叛肯定不好 肥叛肯定是肥叛肯定 别打五万 就是感冒不是 感冒不是 他们认为只有D 我知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经常感冒 可以有脾胃引起 脾胃功能不舒适 我们说感冒跟脾胃的关系 是有的 为什么我们说感冒跟脾胃的关系是有的呢 因为我们说感冒 我们大部分来说是肺胃不顾 我们中医是说肺胃不顾 它好像是说我们是以肺为主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到它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中医是五脏相关的一个理论 如果脾胃功能不建韵 就是说脾胃如果不能韵化水骨的话 它不能够滋养我们这个肺脏 就会导致它这种肺脏的一个亏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引起它这种容易感冒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经常碰到这种感冒 你又有脾胃的一些症状 包括我们讲的这种消化不良 不想吃东西腊差 还有就是说肚子有点胀 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糖蟹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了 是不是你的这个经常感冒 跟我们这个脾胃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经常感冒 跟脾胃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至于上面的那个打嗝不止 我们中医是怎么说的呢 说这个打嗝不止是 喉间恶恶年生 身短耳平 不能自治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恶力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人碰到的 我们就叫打嗝 这个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一个胃气善力 我们说胃气善力动嗝 引起到这种隔肌的这种痰卵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 打嗝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个跟脾胃关系非常密切 还有一个B 是一个失眠 失眠呢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 它是一个阴阳失痕 阳不入阴 阳不入阴所引起的 所以这个是呢 我们觉得它是心神所主 心神所主 这个我们觉得跟脾胃的关系 不是非常密切 这个我觉得B是可能跟这个脾胃 不是有这个脾胃不适引起的 C 一个肥胖 肥胖我想 刚刚我想各位嘉宾都已经讨论的时候 都已经说了 说我们这个 可以正在这种弹势的这种情况 就是肥胖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了 肥胖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弹势的一个症状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可能就是因为你脾胃功能不好 虽然我们也可以是说呢 叫胃强疲弱 胃强疲弱 就是说你吃东西很能吃 但其实你不能孕化呀 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存留在你体内 你不能够孕化 不能把这种水丝化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这种肥胖 所以我们就是说 C 我觉得我们也觉得是肥胖跟脾胃功能不好 尤其是脾胃的孕化功能不好 关系非常密切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饿 就吃了 很急地吃 吃就打益了 又很饿 很想快点吃 但是又不停地打益 又止不住 你说应该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去止益呢 肥胃的健康与否 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逐个体现 例如肥胃不好的人经常打私益 吃饭的时候不停地打私益怎么办呢 口气和肥胃有什么关系呢 严重的肥胃虚弱 会导致什么疾病呢 下一节回来 蛇细风教授为你解答 内容精彩 不容错过 冰露唇月来自可口可乐 追求高品质 我们始终执着 生命中有些事 我们决不将就 典滴信任 典滴唇月 不停地打益 又止不住 你说应该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去止益呢 其实在我们中医中间 传统中医 我们最古老的中医书中间 灵书中间 就已经提到了三个方法了 以草刺鼻 取涕 就打一个喷嚏出来 那就是黑漆 打一个黑漆出来 它可以中断这种打嗝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憋气 就是说自己憋气 憋气可以的 憋气是憋到什么情况呢 我们并不是说要把人憋得不行了 不是这样 我们就是说 尽量地憋 最长的 自己hold到最长的 对 完全正常 就是憋到自己真的是忍不住了 那时候我们慢慢地 再吸一口气进去 我们继续憋气 我们憋气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打断一个 弥走神经的一个兴奋 从现在的医学来解释的话 还有一个我们中医中间 还有第三个方法 也就是我们林书中间所提出来的 就是说 受惊吓 就是转移注意力 就是说这个人在 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现在是不怎么用了 但是确实是 它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法 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法 对 它瞬间就可以把这个打断 隔肌痉的这个情况打断 当然我觉得 第一种第二种是比较合适的 也是在生活中非常容易 就是说做到的这两个方法 就是说取替跟这个憋气 还有一个呢 我听过一些 拔耳朵 向上戳 大力地戳 我试过的 戳的耳朵 也是打断它那种什么 神经的是不是 应该都是 都是呀 应该都是这样的 中断那个迷走神经 对 但是呢 如果你说你打嗝时间太久 那我们就是说 是不是由于其他的引起 一些原因引起 比如一些炎症啊 或者是肿瘤啊 这类的东西 引起这种隔肌症难 那这就另一回事了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 生理性的 生理性的一个 正常的打液 生理性的一个恶力 对了 那有些人经常有口气 这个和脾胃不适 我们讲的是口臭 口臭跟脾胃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排除了 你的口腔 鼻腔的这些 包括去齿啊 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我们就是胃 是引起我们一个 口臭的一个 很重要的有一个原因 尤其是在广东地区啊 尤其是在广东地区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 压力大的这种人 口臭的非常多 为什么呢 你说熬夜 熬夜 你如果一个晚上不睡觉 你在 就是说一个晚上不睡觉 第二天早上 你试着起来的时候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自己有口腔的这种 有哦 不舒适的这种感觉 有这种异味的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口臭 口臭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胃热 胃热 我们包括肝气范围 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湿热的这种情况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热热 最主要是一个热血引起的 我们这个就是说口臭的这种发生 这个时候主要治疗方面 其实是一个清热 还有一个酥干啊 降火啊 一些治疗方法 之后我们一旦发现 我们的脾胃是虚了 就必须马上去调理了 那如果有些人他没有理他 那严重下去可能会产生 导致什么病呢 我们讲的这种慢性的这种胃炎啊 消化性溃扬啊 还有些比如说我们病房 那你经常见到的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说湿热比较重的病人 膝肉 反反复复的经常一年去一次 我们医生是怎么说 割韭菜 割韭菜 就是说湿热特别重的这种 湿热特别重的这种病人的话 是哪里生呢 肠道跟胃都有 哇 肠道跟胃都有 三万元都跟胃息肉啊 对 就是说湿热非常重的 反复复的一个复发 这个在我们病房是非常多件这样的病人 肥胃不息会引起打湿液 口臭等疾病 对付打湿液 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就是打虾痴和谷气 不过如果打湿液一直都停不了 那就要引起警惕了 因为或者是由炎症或肿瘤引起的 另外胃热是导致口臭的主要原因之一 广东地区的人 特别要注意梳干、降火 肥胃虚弱严重的时候 更可能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养 腸胃度、食欲等疾病 接下来,在下底研道健康考题 以下哪一种方式 是慢性胃病患者的最佳调养方式呢 A,吃药 B,饮足 C,运动 A,A是… A是吃药 刚刚说过,就是中医条理 C是运动 大家都知道的 一定要的 运动运动都是胃的 只有四肢肌肉而已 那不就会体质好吗 多出汗 吃粥的更加 好好教一下 这个冠军不是草包 有妖道 就是三鸟 吃粥又对胃好呢 吃粥呢 是吧 仰慧的吃粥 是吧 刚刚教授说 三种都可以 多选吧 他们选三个 最佳的一个调养方式 那我们就是说 除了一个A 吃药是我们医生最不赞同的方法 如果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 正常的这种饮食 通过自己的正常的一个活动 包括一个饮食方面的调理 可以让自己的脾胃健康 达到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 阴贫阳密精神乃滋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要用药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这个我们觉得是不对的 为什么吃粥会好呢 你解释一下 吃粥呢 我们说只是对一部分病人 一部分人 一部分人我们觉得他是 吃粥是可以 对他的胃是有一定的调养作用 所以呢我们在病房经常查 查房的时候 我们会跟病人说 你这几天吃一点粥 但是我们都说 这是一个暂时的全移之计 并不是说要每天都吃粥 对 如果真的是我们说 让人吃粥的话 我们觉得 每天有一餐足够了 每天有一餐足够了 不可以三餐都吃粥 三餐都吃粥 会导致你的营养不够 如果你一天吃一餐的话 我们觉得 对胃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尤其是脾胃功能 本身比较差的人 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说粥已经是 经过一个充分的煮了以后 喉嚣发 非常容易 它很快的通过了这种 胃跟我们这个 进入我们肠道就可以吸收 減轻负担 对,减轻了肠道吸收的困难 就是说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喝粥呢 其实对脾胃是有好处 但是我们并不是提倡全部喝粥 就是一餐,如果三餐之中 真的要吃粥 三餐之中哪一餐吃粥会比较好 早餐 中午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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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说的是吃粥三餐 当然早餐 早餐也要配其他东西 好的,就是早餐 有没有一些不适合吃粥的人群 譬如有糖尿病 糖尿病 很快的升高 就是血糖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像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不适合吃粥 还有一些像这种 卫士官反流病 如果你说你吃得太多了以后 因为你吃粥 肯定是吃得比较多 吃进去以后 如果你再次平糖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往上翻 就会引起你这种 反流 反流 对了,非常正确 就是说引起这种反流 反流就是 酸水 是,可以一直 我们就是说 引起这个胸骨后从胃 一直到这个咽喉 这里都会有这种 火辣辣的这种感觉 火辣辣的感觉 并且咽喉 会有一点点这种酸味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反流的情况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病人的话 我们是不建议他 你说喝粥来 平时来喝粥 再讲一下运动 为什么多些运动 是对胃的调养有帮助呢 如果你是一个文案的人 我们就是说你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的话 坐一天下来的话 其实你是 整个的胃口是很差的 这个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运动以后 它可以调节我们内脏的一个脏腑 内脏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运动 它可以促进脾胃的一个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运动 对于适当的运动 对于我们这种脾胃的这个运化呢 中医的讲的这种脾胃运化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嗯 好啊 不如和我们推荐几个 那些对胃好的那些食疗方 特别是足方面的 党参 怀山 连子 连子周 我们可以推荐一个党参 怀山 连子周 这个几个其实是经常用的 我们党参是什么作用 党参是一个补气健脾的一个作用 对 怀山是益气养阴 补皮肺肾的 连子也是补皮去湿的 这几个是 然后我们就是说 像党参的话呢 我们用20克左右 怀山的话我们可以用到50克 连子的话我们可以用到15克左右 然后我们中间再加入大米 100克左右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 先是大火烧开咯 然后就是说温火 也就是我们讲的小火 慢慢煮 煮到这个烂熟烂为止 就可以吃用了 然后自己吃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是不是再调节一下 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 对 这个可以 就是说作为一个推荐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粥 其他的我们还可以推荐的 就是红枣的 然后再加一个玉米 然后再加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莲子 红枣 莲子跟玉米 红枣我们就是说 它是一个补皮液气的一个重要 可以说是一个上品的一个重要 它没有什么一个危害性 对人来说是有好吃的 然后就是说玉米 玉米我们说的是健脾出湿的 这个是可以用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莲子 刚刚我们说的健脾去湿的一个 一个健脾的一个药物 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大米 这个中药就是说可以用 红枣我们一般用个10枚到20枚了 看你自己的口味怎么样了 因为红枣它毕竟是有点甜味的 如果你说不喜欢吃甜的人 可能就加少一点 喜欢吃甜的人可以加多一点 一人米的话我们可以用到30克到50克 因为一人米的话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然后最后再加上一个莲子15到20克 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个大米100克 也是一样的 煮法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这几个都可以作为早餐来吃的 对于糖尿病的病人 是否吃燕麦粥比较好些呢 这个讲的就非常正确了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 糖尿病的人其实是不太适合吃粥的 所以呢 但是有一些人又胃本身不太好 胃本身不太好 他就是说消化功能比较差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说 为了减少它这个吃进去以后 血糖立刻升高 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这个燕麦 对加上一些燕麦 还可以加上一些红豆啊绿豆啊 一些豆类 一些豆类进去 就是说同时这种来煮 加上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配 这个时候可以减少它这个 既可以养胃 又可以就是说我们减少这个 血糖升高的这种风险 那我们怎么去调理 和对胃腸的养生呢 首先我们要说呢 你脾胃的养生 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讲的 脾胃的这个功能的虚弱呢 我们首先要去除它的一个病因 第一点是饮食不节 就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包括我们喝这种冷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说你三餐不定时啊 一餐吃得很饱 后面两餐不吃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讲的饮食不节造成的 你一旦饮食不节 你就会造成你的脾胃功能的一个亏虚 像这个第一点 我们要注意了 还有情字不调 幽失伤脾 还有呢我们讲 欲露伤肝 欲露伤肝了以后呢 就是说你发火了以后 就是说肝气恒腻范胃 或者是肝火上炎 这个时候呢 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胃口这些东西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说情字不调 我们要调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情字不调这一个 要调理 至于其他的 还有我们讲的这种塌病 就是说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 慢慢的就是说影响了这个胃肠 所以呢你说怎么调理 我们就是说要根据 首先要根据它的病因 来去除这种我们发病的这种原因 使这种脾胃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运转 我们说脾主硬化 胃主受腊跟腐疏 这两个功能都能够非常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说能够把这种水骨菌威 转化到我们全身 它协调身体的其他的一个脏腹 转化到我们身体的其他的一些 来滋养我们讲的心肝脾肺肾 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非常的健康了 我是平时会拍戏 拍广告 就会熬夜或者日夜碰到很恐怖 就会晚上很想吃个宵夜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非常不健康 包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熬夜这个习惯 就会吃宵夜 那我想问一下 吃宵夜会不会对脾胃不好 或者是怎样保养呢 皮胃 如果你真的是工作东西引起的 我们就是说 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吃宵夜呢 我们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可以吃宵夜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吃宵夜的时候 我们建议是吃一些容易消化的 不会加重胃肠负担的 比如说我们说你吃一点馒头啊 你吃一点粥啊 你吃一点苏打饼干啊 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可以吃 并不是说不可以吃 种类要限制 数量要限制 是吧 还有一点我就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是说 你到了这个时间 你觉得哇好痛啊 又不舒服 每一次都这样的 那我们说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你要注意了 你有可能是有胃炎 或者是有这种溃疡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它可能是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警告了 你已经出现了身体的一些症状了 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做检查找专科医生 看看需不需要做一个胃镜 需不需要做一个备餐 把这些我们讲的气质性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掉 气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治疗好 我们才能谈得上 我们自己的一个平常的 一个调养的一个问题 你的问题明白了 进入我们下一环节 就是健康达人看问题 同样都是请大家看一段短片 看完回来 我们有些问题考考大家的 李姨平时很关注养生 喜欢看一些健康雜誌 有一天 他在书上看到一条养生食疗方 说番薯是防岩冠军 可以养胃 于是他就开始天天吃番薯 妈,又是番薯? 番薯好,番薯是防岩冠军 是不错的 我从书本上的书本上看见的 我知道,但最近肚子不舒服 我怕吃得多肚胃,也不好 不舒服更加要吃粗糧 粗糧是养胃的 不,不吃了,不吃了 请问,肠胃虛弱的人 可否天天吃番薯呢 大家知道吃粗糧是好的 但是把粗糧当成主粮 我接受不了 你不错 我觉得番薯应该当水果吃 偶尔脂就挺好 如果当成主粮,你吃吧 怎样滴得顺利,那些甜品 但是是否防岩冠军呢 我就不敢沟通 餐餐食就太离谱了 偶尔吃一下就可以 蛇主任,你说一下 番薯确实是对 我们有一部分病人的便秘 是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纤维够多 对,它有一定的粗纤维 但是我们说 在临床上 我们也看到一些病人 吃了番薯以后大便拉不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说吃了番薯以后 产气多 肠道的蠕动,减脉 这个时候呢 一部分人呢 他可能就大便 反而拉不出来了 还有一些呢 番薯因为比较甜 甜了以后呢 它刺激胃酸分泌 还有引起胃的不舒服 所以呢 番薯到底能不能多吃呢 我们说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多吃的 这个是一定要记住 大家不要说 随便就是说 番薯是这个通便的东西 拿到就吃 这个肯定不行的 就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如果肠胃不好 很多人都说吃素就好了 有减肥 减肥 还有对肠胃好 不行 那长期吃素是否真的有好处呢 是 好优先吃素 减肥 吃素 感到餐了 吃素 你真不错 你放下 Episode 把握下水和三蟹 我放下可是我要看 你得出便宜 是这样的 一切瓶就白了 你最想一切瓶子 保湿天才水 冰露唇月 来自可口可乐 追求高品质 我们始终执着 生命中有些事 我们决不将就 典滴信任 典滴唇月 那么长期吃素 是否真的有好处呢 现在国内或者国外 其实都很流行吃素 是吧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像国外有一些 很著名的运动员 是素食主义者 人家可以取得 很好很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国内 当然也有一些得到的高升 是不是 它也是纯素的 可以 完全可以 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它的素食是正常的话 它可以就是说 我们说的这种青菜啊 骨类啊 豆类啊 完全能够覆盖 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这种蛋白质 氨基酸 完全可以覆盖 但是这个是要有指导的 并不是说我们平常一个人在家里面 天天吃点青菜喝点粥 就可以 就是说身体好 如果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这种 就是说吃素的话 很可能引起你这种营养的一个不良 所以就是说吃素是可以的 但是呢 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 一定要指导下做 要有医生指导 还要因人意义 根据你身体本身的素质 去制定这个计划 就行的 就是不能够随便吃素 你不是吃素的 少了这么多 我没有用 不行 你不可以吃素的 还有脾胃不好的人 是否不可以吃薄荷呢 我们说现在的一些研究 薄荷可以引起这种 刺激它这个 胃酸的一个分泌 刺激胃酸的分泌 但是对于我们中医来说 我们有一些 有一个名方 逍遥伞中间 就加了这个薄荷这一味药 为什么呢 它可以抒发肝气 它可以抒发肝气 如果你说你真的是那种 我们薄荷在我们中医中间 是什么一个作用呢 疏散风热 清腻头目 逆烟透枕 还加上一个抒发肝气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对症的话 你说最近情绪不好 心情比较抑郁 你说吃点薄荷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 那有什么食物是特别禁忌的呢 譬如 特别酸的食物 或者是特别辣的食物 是否对脾胃不好呢 最常见的 我们说湿热 湿热我们说 榴莲啊 芒果啊 木瓜啊 荔枝啊 还有我们讲的这种 辛辣刺激的东西啊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说 肥肝厚力的东西啊 包括我们讲的这种 烤乳猪啊 烧鹅啊 这类东西我们都不可以吃 其实包括烧烤啊 这就是说 热气比较重 湿气比较重的东西 我们都不可以吃 好的… 好, 接着来 我们又看看李阿姨 她在邻居学会了按摩 对脾胃好 看看她是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好 小李最近腸胃不舒服 经常瘀肚, 经常要去厕所 什么都吃不了 儿子, 我最近不舒服 肚子不舒服 我做得最好吃的鸡和鲍鱼 吃点吧 妈, 现在吃黄肉也没味道了 瘀肚的腔也没味道 就是我做了什么给你吃 吃吧, 吃鸡肉的东西 真的没有胃口 没胃口 真的没有胃口 有… 现在新上市的荔枝 不过吃不下了 我现在比较需要这东西 有没有搞错 好 你吃吧, 妈妈 妈妈在朋友打听到 按摩腹部可以健庇养胃 于是立即帮儿子按摩腹部 雙手在肚子里来回地按 每天按摩一小时 请问这样有用吗 时机选择的不对… 时机选择不对 对… 会否加重症状呢 手法也欠专业… 手法就不一定专利了 时机, 为什么呢 我们是直腥胃炎 我们一般来说按摩 我们是一个促进脾胃的 一个孕化的作用 直腥胃炎 我们就觉得 这个时候你想用按摩 来解决他的症状的话 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了 那正确的按摩应该是怎样的呢 好, 那我们请梁医生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 欢迎梁医生 有请梁医生 首先双手就是说挫热 双手挫热以后呢 两手重叠 两手重叠 按于这个齐周一侧 按于齐周一侧 顺时针方向 我们说顺时针方向 这样子就是说 一个按压 轻柔按压 轻柔按压 慢慢地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是从这个 身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乙胀结肠 这样一个方式来转 其实就是说促进了我们胃肠的这种蠕动 促进了胃肠的蠕动 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对于这种便秘的病人呢 我们来说呢 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呢 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正好是我们一个肠道的一个蠕动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 当然了有一些可能还会就是说 要大家在反时针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按摩 我们如果你说 是因为便秘引起的 我们就觉得你不用在反时针的一个运转了 你就顺时针一个运转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不好的话 你也可以这个反时针再转 就是说促进胃肠的蠕动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是便秘的话 我就建议我们就是说 顺着这个一个肠道的这个方向来就可以的了 这个就是说重复 然后就是说你早晨起来 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 空腹的时候来进行这个操作 每次多久呢 五分钟应该差不多的了 五分钟应该差不多了 那刚才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按摩 那有些什么穴位可以调理自己的脾胃的呢 我们在这个穴位按摩的这个同时呢 我们经常也会教病人一些穴位的按压 来起一个辅助的作用 我们一般来取的两个穴位呢 包括我们这个中腕天酥 跟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竹山林 好 我们让梁医生给大家示范一下中腕在哪个位置 这个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剑突下 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按一下 我们这个剑突下 其实也就是这个位置下面再没有骨头了 这个中间 剑突下到我们这个肚脐的连线 我们两个连线我们两个连线的终点 我们连线的终点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腕穴 我们中医讲的这个中腕穴 中腕穴呢 然后你就用我们讲的这种拇指按压 拇指按压 来回按压 我们觉得一分钟到两分钟就可以的了 一分钟到两分钟就可以的了 按下去是有感觉的 按下去要有这种酸酸脏脏脏的这种感觉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剑韵脾胃 剑韵脾胃的一个作用 对 剑韵脾胃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还有天酥 天酥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肚脐的一个平线 我们肚脐的一个平线下来 然后呢就是说三个痕脂 三个痕脂 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手指伸出来 三个痕脂 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是两寸 两寸也就是三个痕脂 你以肚脐再量过来 那这个位置 三个痕脂自己过来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天酥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用自己的双侧的这个拇指 按压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说也是按压 一到两分钟时间 对 也是按压一到两分钟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天酥的位置 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这种牵引脾胃 促进这种肠道的一个韵化的 还有一个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竹三里 先自己摸一下我们这个膝盖这边 这边是外膝眼 对 你指的非常正确 念下去那里 对 外膝眼 我们下面三寸 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手张开 我们是三寸 三寸是四个手指 对 四个手指 对 四个手指 嘉宾都是中医知识学得非常好了 我们四个手指 然后我们是颈骨前级 大家摸我们这个最前面 这一块骨头的前级 就硬硬的颈骨前级 好 把这个位置定住 这是颈骨前级 然后是旁开一个横指 旁开一个横指 好 就是这个位置 躺开一个横指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竹三里的这个位置 也是一样 用自己的大拇指双侧按住 然后是一到两分钟之地 一个按压 这个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 酸酸脏脏的 作用 这几个穴位 基本上都是我们讲的这种 理气健脾的一个作用的 有位观众就叫我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说他每朝起床就摸很多次 甚至五六次 才摸得清 就是大便了 那我问一下这个 和这个脾胃虚弱有没有关系 这位观众我刚刚也看到了 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的是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老年的患者 那就是说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 要拉一次 是不是 拉几次呀 五六次 才拉完 拉五六次 我们就是说这个时候才能拉得干净 如果要是说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说 如果你说说 清早起来就拉的话 我们说是肾虚 考虑是肾虚 我们并且很针对的是说 我们说肾阳虚虚 所以他早晨的时候 会有一个拉肚子的表现 我们中医中间有一条很著名的方 叫四神丸 是专门针对这个早晨的腹泻的 当然了我们还要看它的进一步 还要看它的舌脉 到时候再细细问一些正常 到底能不能适合用 这个只是凭一个症状 我们也不敢说 就一定可以 非常适合 是的 今天收获很大 我们学会了很多 有关脾胃方面的知识 和护理 平时怎么去养生 非常之多谢我们今天的主任 蛇主任 多谢你和我们讲了这方面的知识 不如最后你简单几句总结一下 大家怎么去注意平时 脾胃方面其实就是说最主要要去除它的致病的因素 然后我们自己在生活习惯跟这种饮食习惯方面进行调理 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可以有一副好的胃肠 好的 出入顺畅 这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最基本的保障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再一次多谢三位嘉宾 多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各位朋友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彬分 再见 再见